张梅慧 我跟你聊个事情 嗯 你说 你怎么看你前几天 发的那个朋友圈 哪个朋友圈 就你自己说 要大家退款的那个朋友圈 公司培养你们是干吗 你对公司负责吗 你现在在这里上班 你发那样的朋友圈 你觉得你对公司负责吗 但是我们是在全力的 配合公司在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不配合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配合可以吗 老板 你那天不是就走了吗 上次我们录制的时候 你六点多就走了 是 你不知道我们有录制吗 我知道 好 你对公司可以不负责 你对你自己负责吗 你对你自己负责吗 张梅慧 你在这里上班 你上班 你在这里上班 你欠了工作 你发那样的朋友圈 你对你自己负责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有情绪 你们可以宣泄 但是你们要有个限度 不是公司随便让你们 这么说来说去的 一个公司也有公司的尊严 天天在指责别人 指责公司 想想你自己的能力体验在哪里 张梅慧我觉得作为一个职场人 有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底线 不愿关心 andro